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 我叫新生 经过多年经略征伐终于一统天下 如今是仅繁华万族顺从 我也被尊为亘古一帝 然而在某一天我意外得知了 在魔镜的中烟有着名为万命之旋的力量 得到它才能王权永固 为此我准备去一趟魔镜拿到那股力量 至于帝国就拜托可爱的臣子们照看了 在他们的恭送下我进入了魔镜之中 在魔镜中几度历险之后 终于得到万命之旋的力量 也是时候跟魔镜这个鬼地方说再见了 然而意外发生了 我变强了也变幼了 我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变成了人类幼童的模样 变幼也就算了 我眼前这些是什么鬼啊 我的帝国呢 我那么大的一个帝国去哪了呀 咋就变成菜市场了呢 还没等我细致观察耳边 就传来了一道女人的声音 然后我就被人给拎了起来对着我说 小鬼这里是千年古帝国的遗迹 可不是过家家的游乐场 就你也想来探险寻宝 先断了奶再说吧 而这也让我很不满 并且开启我的会食之眼 而这只有王族才拥有的 识人见人的能力 一眼便能拾其专精所长和致命弱点 下一刻我便已看穿他们的死血 为你们的犯上之罪付出代价吧 说做就做手掌轻握放到嘴边 露出一副萌萌哒的模样 呜呜 不要欺负人家嘛 这副可爱模样瞬间就击中了这些女人的内心 她们直接被蒙得死去活来 而我则是完美的脱身 不过等一下 我刚才好像听到一条十分重要的情报 她说这里是千年古帝国的遗迹 千年 这怎么可能啊 我在魔镜中不过是度过区区数月时间 世间竟以沧海桑田过去千年之久 看着手臂上的符文 这个是和直属城下联络的精神感应应景 但也毫无反应 难道他们都已经 想到那种可能我不由地焦躁起来 胸口不禁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嫉妒 怎么会这样 就在我沉思时外界又突然传来一阵草杂声 只见一位身材浇好粉毛毛耳的美少 迈着他的一米八的大长腿 以及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看着这个方向又冲我这边来 以下范上知识还想再来一次吗 会食之眼再次地开启 他不仅可以看穿致命弱点 还可以看穿计算行动轨迹 乃至破解事物的真相 对象锁定前方少女 根据行动轨迹预测 只要我稍许挪动位置便能轻松躲过 但为什么我还是被撞上了 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 随着我被他重重地给扑倒 听着他的道歉 抱歉抱歉我真的没看到你 这让我心中很不满 你什么意思啊 侮辱我太矮吗 简直是大不尽 我本想这样大声斥责的 但他实在是态 还有这温暖饱满的触感 有一股新鲜的力量在体内涌动 这也是万命之旋的力量之一吗 这时似乎是这位少女的同伴到来 他们对着这位少女问道 重阳月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是看见可爱的小男孩就忍耐不住了吗 原来如此他叫重阳月吗 他被那位狐狸小姐姐的话语给弄得羞红了脸 大声反驳不是的 然后慌忙地转移话题说道 要夺走象征王权的宝物 听到这话他的同伴们的神情一下就凝重了起来 询问重阳月打算要怎么办 而重阳月听了握紧拳头郑重地说道 我们一定要捍卫王最后的尊严 毕竟我们是古帝国最后的移民 而我听到这话立马就无语了 就你们 怪不得我的帝国完了 我变强了 也变幼了 我将新生被人尊称为亘古一帝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不过是去魔镜短短几月 再度归来时时间竟然已经过去了千年之久 我那么大一个帝国也变成了菜市场 现在都有人赶出鹏王之巷景了 而且还有人能够蒙蔽我的双眼 让我用出会十只眼都躲不开的那种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让我认识了三位千年前帝国的移民 而周围的一切都让我很好奇 我指了指身后的黑色铁盒子对他们询问 姐姐那个是什么呀 重阳月听了回应 那不就是普通的车吗 你没见过吗 我并未回应而是又指向了那位小狐狸的手中之物 询问是什么东西 小狐狸见状表示这个是终端机 可以远程通话还有很多其他用途用 比如保存可爱小男生的秘招 了解后我便又指向了我旁边妹子的黑色衣物询问是什么 随之这个问题好像惹恼了她直接把我一头按到桌上 但还是说道 这是女士战斗内衣 在了解完后我心中也明白了 看来这千年间某种力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那是名为科技的力量 原本这世上所有的特殊力量都是从魔镜中获取的 一个人想要变强就要设法与魔镜沟通 从中获取力量 但魔镜的位置神秘莫测 入口和出口随时都在变化 有时会出现在梦境中 有时又会被随机召唤出来 正是因为这种不稳定 是人才选择了无需依赖魔镜的科技之力 时代已然大变我却支持甚少 更鼓励这个身份暂时没用了 先利用眼前的误会 小心形势不要生当吧 这时那位按我头的子发欲解出声问的 崇阳月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流浪 我们没有照顾她的义务吗 崇阳月看了我一眼母爱大法 表示我放任不管的话 肯定会被人欺负甚至被抓走去当奴隶 说着又摸上了我头对着我自我介绍 姐姐叫崇阳月 暂时保护你一阵子还是没问题 至于具体等级就不方便透露 这让我疑惑了等级又是什么 崇阳月便化身教师解释起来 个人实力按一到一百级划分强弱 但具体等级属于个人秘密一般不会轻易透露 大致估计实力水平一到十为反级 十到四十级为强级 四十到七十级为胸级 七十到一百级为狂级 我听了后立马就明白了 原来是个人实力的评价系统啊 不过对我的会实直眼来说只要了解规则 就没有秘密可言 很快的崇阳月的实力信息便在我眼中暴露了出来 不过戴的猫耳是假的吗 上面显示的是人族 但等级只有八级 而一旁的小狐狸倒是真的狐狸 种族为灵狐族 等级达到了三十六级属于强级 名叫则叫图书亚 至于最后的紫发清冷欲解竟然是龙族 实力等级更是达到了七十六级属于狂级范畴了 名字则叫物理 而这小狐狸当真是自来数啊 毫不客气的就抱上了我 还询问崇阳月能不能把我交给他 他会负起责任好好地照顾我 但崇阳月却是怒了个大喊 给我好好分清时间场合呀 这座狐狸 物理见状叹了生气 不管怎么看他都是个累赘赶紧出力掉吧 崇阳月听了一脸认真的说道 之后我会抽空把他送到安定的城市去 这事就放心吧 看着他们讨论如何处置我 我并没有多在意 在我看来 等级评价系统的存在 就代表着时代对于个人武力的认同 崇尚个人实力的时代 不管怎么想都是乱世 但奇怪的是 为什么只有八级的崇阳月 能够领导所有人都比他强的队伍吗 面对崇阳月询问我的名字 当我正要说出时 他们却是神情一正 盯上了人群中的某个黑袍人 不枉他们守住带兔这么久 终于是放松警惕要去夺宝了吗 小狐狸也是一跃而起 姐姐们有很重要又很危险的事情 你在这里等我们回来好吧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们受伤 我听了微微一笑答应下来 看着他们的离去 我神情恢复平淡 我答应你 我不会让你们因我们受伤 你们没有必要被拘束在这块废弃的荒地上 是时候和千年前的亘古地道别了 我变强了 也变幼了 我将新生被人尊称为亘古一地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不过是去魔镜短短几月 再度归来时时间 竟然已经过去了千年之久 我那么大一个帝国也变成了菜市场 而现在整个帝国好像只剩他们三个移民 他们似乎是在追查一个破坏古帝国遗迹的盗墓者 他们很快追到一处一记处 而我则悄悄地跟在了他们的后面 趁着他们在讨论怎么进去遗迹时 我准备悄悄地进去帝国遗迹中 开玩笑我的帝国我还不知道有没有陷阱吗 结果偷跑的我竟然被发现了 让我无语的是我又被拎起来了 这个时代的人都喜欢一言不合就把人拎起来吗 这帮人还利用体型和人数优势将我回而为之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欺凌啊 此时崇阳乐气羞羞的 因为他说过了不可以跟过来的 为什么不听话呢 而物理就更过分地竟然感叹我亘古一地的脸 说什么果然一开始就该把我轰走 而这只蟹狐狸把我当小孩一样想 说不乖会吃掉的 面对他们放纵欺凌之行可不是我的风格 得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但是为什么这句去客似乎在拒绝反抗 突然这时一个东西朝我袭来 崇阳乐快速闪到我面前将之积飞 物理和小狐狸也是神情一鸣 看着缓缓消散的影院 崇阳乐严肃地开口 这是岩石机关 是幻影到目中道的手法 不能再耽误了快追 说着物理和小狐狸也是紧随而上 而崇阳乐还不忘回头对着我说道 还有你绝对不要跟过来 这是我们的战争 而我只是平静地望着他们 看着崇阳乐的眼神 你果然与众不同 不过我记得那个方向是 在另一边一季内 一位黑袍人来到一柄杖面前 看着眼前的权杖 黑袍人兴奋地直接扔掉了他身穿的黑袍 在黑袍下是一位独眼引发的女人 他终于是找到了更古地新生的龙总 就是这柄权杖成就了他的王图霸业 当他要触碰到权杖时 一柄锋利的镰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正是崇阳乐他们赶到 独眼女子健壮只是裂嘴一笑 真是希克雅崇阳乐 图书亚 物理 这不是自称古地国移民的破落户吗 趁着他们愣神的机会 独眼女子一跃而起 投掷出树柄幻影刃朝着崇阳乐他们袭杀而去 小狐狸这时站了出来 灵能力展开喊了一声 只动 顿时幻影刃停在了崇阳乐他们的面前 崇阳乐见状说了声干得好 有图书亚的灵能力幻影刀就不足为惧了 但这时权杖光芒大方 独眼女子不知何时已经拿上了权杖 在崇阳乐的惊恐目光下 不知道哪里来的触手将他们缠绕而上 小狐狸正要用灵能力制止 但他却忘了注意自己的脚下 直接被吊了起来 而且这个触手竟然还能封锁他灵能力 独眼女子看到这一幕后兴奋的哈哈大笑 这就是更古地的力量吗 有此等神器任谁都能成就一番伟业 至于你们这些古地国的移民 就作为祭品为我的新帝国祭祈吧 划落三根触手瞬间朝崇阳乐他们刺去 被触手缠绕的崇阳乐他们根本躲不开 正当他们绝望之时 一只手掌按住了那柄权杖 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中 我缓缓说道 玩到就到此为止吧 把你手中的玩具放下来 这世上没有化地为江的王 只有需要新王的地方 我变强了 也变幼了 我将新生被人尊称为亘古一帝 现如今沧海桑田千年过去 我再度归来 是我那么大一个帝国也变成了菜市场 看着我仅剩的三位移民被我的玩具捆绑 我出来阻止了 玩闹也到此为止 失去权杖的力量触手们也开始消散不见 然而在空中的崇阳乐他们直接落了下来 崇阳乐的屁股扑击一身砸向了地面 物理倒是潇洒落地 至于那只蟹狐狸则是砰得一生脸着地 而独眼女娘咬着牙看着能量消失的权杖 拔出剑一剑就是向我刺了拐 她为了这一刻可是隐忍了三年 谁也别想坏她好事 我则平静地看着刺入我心脏的肠剑 而一旁的物理看着这一幕咬牙切实 你竟然滥杀无辜 独眼娘哈哈大笑嚣张不已 表示是我找死罢了 然而我对此只是微微一笑 有些怀念的开口 这种心口一缩的感觉 让我想起了刚刚称帝的那段日子 那时所有对我不满之人 时时刻刻都想取我性命 我这一副无视人模样还侃侃而谈 则把独眼女子吓到 她拔出了我身上的长剑 瞬间一剑划过我的脖子 我的脑袋也随之掉到了地面上 独眼娘见状喘得粗气说道 这吓死透了吧 剩下一个脑袋的我回应她 不错不错略有进步 随后在她惊恐的目光下 我的身躯走到我的脑袋旁边 拿起我的脑袋重新安装了回去继续说道 凡人破心可活八秒 而断手指可活三秒 千年已过 世上的杀人之道还有更快的手段吗 希望你能让我开开眼界 这副不当人的举动 立马把独眼娘下的坐到了地上 冷汗直流地开口询问 你到底是谁 我居高临下冷漠地注视着她 我明星生 亘古一地 那么你可知罪 这话说出不论独眼娘 还是物理他们都不信 虽然听说亘古地确实不死不灭 但身形神秘莫测 怎么会是小孩模样 但有一个人信了 那就是崇阳月 因为她的先祖曾与亘古地有血脉之情 为王而战 以血目深 她就是我们的王 而这种从未有过的沸腾感 她就是亘古地正身 但独眼娘也不管是不是亘古地了 她要跑路了 这种杀不死的怪物 我才不要死在她手里 你确实不会死在我手里 真正的王不会乱强处行人的工作 只见崇阳月已然来到独眼娘的身后 而崇阳月的等级进步之何时提升到了48级 独眼娘正要反抗 崇阳月却是看都不看一眼高举她手中死神连刀 刀刃横扫划过独眼娘的身躯 最后将独眼娘为之贯穿 在独眼娘死后崇阳月似乎感觉到 有一股陌生的精神力流淌了过来 崇阳月确实感觉没有错 因为千年前我曾将血脉之气赐予崇阳一家 这孩子觉醒的夺人精神力的能力 可是崇阳家初代家主的能力 甚至还能临时提升实力等 后生可期啊 片刻后的崇阳月则眼泪汪汪地说道 属下崇阳月 恭迎吴王 崇阳一家在此守候千年 终于等到吴王归来 属下愿为王而战万死不辞 看着把我报警的崇阳月 我对他问道 等一下你这县钟里是不是有点奇怪 而一旁的屋里单膝跪地说道 虽然我还有点难以置信 这是您的权杖吧 我立马挥手反驳 不不不 那是某个无聊的家伙开发的玩具 想让我当众出丑 顺带一提这里是我的更衣室 从千年寄讳中翻出这件不朽的衣服老费劲了 这是小狐狸好奇的问道 那您真正的王座到底在哪里呢 我文言沉默了一回 我的移民只余三人 这世间究竟还有我的王座吗 崇阳月听了立刻表态 但凡您所指之处属下愿为您征讨 我听了回头纠正崇阳月 看来你并不懂王道啊 这世上没有化地为疆的王 只有需要新王的地方 跟我来吧 让我看看如今这天下还有何处能够承载我 我变强了 也变幼了 乘车都能用免费的儿童条 还能这样坐在崇阳月的怀中 甚至现在我的形象都让我怀一像个小白眼 旁边谢狐狸倒是幸灾乐祸 觉得这样不是挺好吗 当然不用说敢调戏更古地 立马就被崇阳月拉去教育了 物理则解释缘由 陛下我们继续有限 能省一点是一点 而我听了看向窗外表示 陛下这个称呼已经不合适了 我现在只是你们这些追随者的领路人罢了 但突然看向外边的人群纷纷发出一声惊呼 只见列车下方的千年古帝国一计崩塌了 而我这时也开始缓缓变大 真是没想到我也会有卸下帝王职责的一天 虽然只是暂时的 谢狐狸见状捂着嘴说道 小声声变大了 不用说崇阳月又怒喊道 对主人要用镜 而物理脸上一滴冷汗流下 他明白古帝国崩塌是我做的 但让他疑惑的是这个距离是怎么做到的 崇阳月在把谢狐狸叫醒了一遍后 好奇地对我问道 主人您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呀 我微微一笑 告诉你们也无妨 我的能力叫做完美拟态 在我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进行最完美的拟态变化 谢狐狸一听到这个就想到了史莱姆 崇阳月听了后摸上了我的衣服 原来当时并不是主人被刺杀 而是你太出了被杀的样子 崇阳月的话语让我不禁看了他一眼 真是卓越的理解能力 虽然我有完美你太的能力 但还是维持在默认形态最轻松舒适的样子 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魔镜把我的默认形态变成了一介孩童 这时物理眼神一鸣说道 我不怀疑主上的能力 但个人情报还是少说为妙 这个世界并不安定 当心听者有一格强有二 而我让物理放心除非亲身体 当今世上没人能理解完美你太的真正力量 更不用说只是一位偶然路过的通缉范小姐 通缉范小姐则是人傻了 她是怎么被发现的 而崇阳月他们惊讶地站了起来 行李架上竟然还藏着人 通缉范小姐见状立马从行李架上跳下 然后把我劫持了 让崇阳月他们放下武器 不然就杀了我这个小屁孩 死神镰刀这时随之巨险 崇阳月霸气地表示 要么放下武器要么脑袋搬家 通缉范小姐也不锁 少虎人真以为她不敢吗 而我则转头对着她说道 淡定何必如此剑拔奴章呢 说着我主动对着小刀扑了过去 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下 在通缉范小姐不可置信的呼喊中 刺入我脖子的小刀被我缓缓吸收 随后小刀转移到我手中对着她表示 这个我先替你收着 之后亲手还给她的主人 崇阳月则栖弃身而上 将镰刀架到了通缉范小姐的脖子上询问 主人这个家伙该怎么处置 通缉范小姐吓坏了 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 而我看着手中的小刀表示 这把刀有泥土的气味 但你的体格却没有做农活的痕迹 你是拿着刀偷偷离家的农家孩子吧 通缉范小姐好似被说中了慌忙否认 说我是在胡扯 而我并未在说什么 撕下了座椅上的通缉令 一个单纯弱小的农家女孩 却能犯下击毙数名武装士兵的重罪 只提供线索就能领到高额悬赏 嘴角微微上扬 我好像察觉到了一个需要新王的地方 王来允许 王来承认 王来背负整个世界 一个单纯弱小的农家女孩 却能犯下击毙数名武装士兵的重罪 简直可笑 随着警报的响起 听着脚步声我明白警卫要过来了 我便让他们等下不要行动 让我来处理 物理和小狐狸他们听了应了一声 随着士兵的推门而入 他们立马就发现 被重阳越制服的通缉范小姐王女 他们立即就兴奋了 这可是行走的五十万了 只要上交给城主府 这五十万院就是他们的了 另外一说 在这个世界财富是能够实现愿望的东西 所以世界通行的货币单位一直被称作院 看来千年过去了 世间的货币体系依旧没变了 现在我也不由好奇 五十万院是什么收入水准 物理表示成卫兵一年薪水在十万左右 而这已经是高薪了 这时士兵喝倒 闲杂人等都退开不然按同党处置 但很快的他们又有另一个想法 那就是一起抓走 我说不定还能领到同党的赏金 而我在明白货币价值后烈嘴一笑 瞬间闪到了王明的身后 把小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宣誓直觉 这个通缉犯的脑袋归我所有了 见士兵们愣住了 我表示仙道仙德凭什么要拱手让人 一刀能赚五十万 这么爽的事真是让人嗨到不行了 反应过来的士兵怒了 一个矛头小子竟然敢跟他们抢势 二话不说直接开枪射击 子弹穿过我的手掌再穿过我的脖子 重弹后我眼睛瞬间瞪大 向下缓缓倒去 而崇阳月看到这一幕瞳孔瞬间收缩 看着我鲜血流淌的我他沉默 再次抬头使眼睛中 以毫无感情只有无尽的兵们 士兵们则得意洋洋 这就是跟他们抢食的下场 然而下一刻他们再也得意不及 只见两把幻影刀刃刺入了他们的胸膛 正是崇阳月将之前 独眼娘的吸收精神体给召唤了 他现在无比的愤怒 是君之罪 罪当诸足 小狐狸他们看的那是一阵惊讶 但同时事情也严重 以空轨的警报系统 到下一站必有重兵围堵他 崇阳月便决定现场就下车 雾里也是答应了下来 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拿着他的大长剑在列车中横劈了两剑 将车门给直接破坏 在亡民恐惧的叫喊中 他们从悬浮列车中一跃而下 差点亡民以为他要死了 最终平稳落地 雾里还真是有点坏心眼 小狐狸的声音这时才缓缓传来 摔不死的 他无比自责 他无比内疚 都是他护主不利才会这样 请 请主人起来狠狠责罚他吧 我听了轻咳一声 我没事 这是不怪你 王明小姐 我猜你应该有一个藏身之处 而且正要前往那里对吧 请带上我们一起去 好吗 见王明还在犹豫 我对他说道 我们杀了刚一成的卫逼 立场已经和你一致了 而且他们有能力保护你 说到这我缓缓闭上眼睛泥南出声 不可以吗 崇阳月见状哭得更大声了 主人不要 你不能死 千年来世代守卫帝国故都 就是坚信您终有一天会回来 我不要得而复世 绝对不要啊 而王明看着这一幕心中默默想到 这出血量肯定是被打穿了紧动脉 已经无力回天了 不过他明明说要杀我 为什么刚才还要用手替我挡枪 这家伙是笨蛋吗 好我答应你 最终王明还是答应了下来 我会带他们安全逃走请安心去吧 谢谢你 再到完谢后我血不流了 起身对着王明表示 那我们现在就走了 而王明见状先是傻眼愣住 然后被吓得坐到了地上发出了一声惊恐至极的叫声 太太你也不想你的女儿受到危险了 此时的王明气炸了 没想到我竟然骗他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抱歉了一不小心认真使用了完美女态 只是让我没想到就连知道我能力的人也能骗过 这就是万命之旋的力量吗 而物理他们看的也是一阵汗眼 确实被子弹命中的瞬间过于真实 他们几乎都被骗到了 至于崇阳月则是眼泪汪汪地扑了过来 紧紧地把我抱在他怀里 只是这窒息感是想再让我死一次吗 而崇阳月只是轻轻地在我肩膀上祈求地说道 主人以后不要轻易你太冰死的样子可以吗 我真的很害怕得而复失 面对美少女这样的哀求怎么可能忍心拒绝 再说现在只是测试一下自己现在的能力水平而已 他可没有装死的爱好 轻轻推开崇阳月 微微转头无比自信地对他说 你才是应该更信任我一点 相信我比你想象的更加无所不能 崇阳月听了重重地摁了一声 他从现在开始会永远相信主人的 而另一边的王明看着主仆情深两人 他准备偷偷开溜 但怎么可能逃得不我的眼睛 瞬间来到他的身后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问道 王明小姐你这是准备去哪呢 王明一听立马跑路想甩开我 但这是不可能的 看着气喘吁吁的王明对他说道 你不是答应过要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吗 可不要言而无信 王明听了一脸气愤 我才不要带骗子去 骗子 我可没有骗你哦 一开始我就说了我没事 请带上我们一起 都是很真诚的大实话呀 王明一听这个脑海中顿时回想起了文化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身无可恋的王明只能带上我们出发前往 在不久后的一处山洞 一位身材丰满容貌精致带着温婉气质的太太走不出来 因为他听到他女儿的声音了 只是让他疑惑的是明明身后的人是谁 王明便为其介绍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也是刚一成爪牙手下的受害者 太太这一听瞬间端了起来 对着我们问了一声好 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明明的照顾 而我们看了也不得不感叹王明母亲的年轻 随后太太脸红的来到王明面前说道 明明居然带男人回家了 这还是第一次 王明听了很是无语 根本不是好吧 他就是个小屁还算不上男人 然而太太在听到不是后看着我 顿时他的心跳就加速了 难道说这是介绍给他的再婚对象吗 王明听了脸黑的喊道 这是最没可能的 一旁的崇阳月看了拉着王明小声问道 你妈妈没问题吗 看上去好像有点奇怪 王明悄悄说着原因 我爸走得比较早 最近我妈好像是察觉到自己要老了 急着想再婚 而我看着王明妈妈优雅对他自我介绍 初次见面我叫新生 最近要托您关照了 太太则直接握住了我的手 满脸羞红地表示 你愿意娶我的话 关照一辈子都不是事 那年龄差呢 太太文言大声地回应 只要有爱年龄不重要 我听了嘴角上扬 要我挑选配偶的话要求可是很严格的 太太也是毫不示弱地说道 说起来有点害羞 我其实非常擅长扮演 意思是我要什么样都能满足我 王明看到吐血了 谢狐狸拍手鼓掌 这场交锋真是不分上下啊 物理也是感叹 不知道该说他主上厉害还是太太厉害 这时崇阳岳有些好奇地询问 王明为什么要反抗刚一成 因为刚一成不守信用 派出士兵以武力威胁要强夺走我家的耕地 不仅如此 刚一成的城主竟然还打算置我们全家于死地 王明诉说出了原因 而另一边不知名的男人拿着手电筒照了照 一个脚印顿时显现了出来 随着他的起身 他手掌一挥命令到 隐蔽声息准备捉拿药反 我变强了 也变幼了 但我魅力依旧不减 才跟这位太太见了一面 就想让我把她娶回家 在聊天的过程中也知道了 他们为什么要反抗刚一成 原来是刚一成的成为兵队长 鲍文突然带兵来他们家 然后强硬驱赶他们强夺他家田地 见他们不愿配合就直接举枪准备射杀 可在紧要关头这片土地的守护神突然现身 一口气打倒了所有士兵救了他们 可是带队的鲍文还是逃掉了 接着王明就被挂上了通缉令 小狐狸对此不由发出疑问 守护神还有那种东西存在吗 王明听了很肯定说有 因为他家就在山脚 如果不是因为守护神 他也不敢躲在这里 为了掩护我妈妈进山 我出去吸引了一卷追兵 一路上没见过守护神出手 守护神的活动范围肯定只在山区附近 所以你打算依靠所谓的神灵 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说到这我微微转头看向山洞外 但看起来有人并不打算让你如愿以偿 只见山洞外鲍文带着士兵 根据脚印找到了这 王明见鲍文还敢跑回来怒声质问 他不怕被守护神打死吗 鲍文听了却是哈哈一笑 他手伸入了自己的怀中 掏出了一面镜子 只见王明说的守护神 竟然从那面镜子中飞了出来 王明看得一脸震撼 守护神怎么可能被他收服啊 而鲍文拿着那面镜子得意地笑道 城主府的高人稍加指点给了爷这么个宝贝 你仰仗的那只恶灵就乖乖听爷的话了 现在轮到你和你的同伙来尝尝他的厉害 接受鲍文命令的守护神一拳砸向了王明 幸好崇阳月拉过王明躲开了这么一拳 而崇阳月回头看向守护神没有尸体攻击效果 立马明白了这是一只精神体 这是小狐狸用出他的灵能力指动 想要制止守护神的行动 但是完全没有效果 守护神等级比小狐狸高出太多了 小狐狸也是被守护神给直接攻击到了 物理立马来到小狐狸身后扶着他 询问他有没有事 小狐狸忍着痛苦说道 是单纯的精神攻击而且是永久性损伤 还好挨这下的是我 灵狐一族只需要休息就能恢复 物理听到小狐狸没有大哀吼 转头对我询问需要他出手吗 我听了让他们先退下 守护神他们还是应付不了的 而太太这事却是直接扑到我的身上来说道 人家好怕怕呀 你会保护人家吧 我对此很无奈 你先放手我才能保护你吧 然而这话却惹得鲍文哈哈大笑 一个小矮子也敢说大话 不怕疯大舌了舌头吗 但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 小矮子 你这颗头颅好像比我要低矮吗 我直接顺移到了他的背上 反应过来的鲍文一手挥向我 见我离开他的身上之后 暴怒的他拿着镜子对着守护神下打命令 让守护神弹掉我 守护神瞬间冲到了我的面前 我不躲不避就这么让守护神直接撞上我 在鲍文震惊的目光中 我缓缓地抚摸上了守护神的脑袋说道 清醒了点灭 我的始祖精神体 只见守护神头上的灰色火焰消散不见 露出了一张精致可爱的脸庞 你们看的没有错 我被清了 这个被王明称作守护神的小可爱 其实是我的始祖精神体 而始祖精神体不是从生物中诞生的 是一种随宇宙演化自然生成的精神体 它们无视物质法则以生物精神为实 几乎没有天敌 不过要说有也只受限于一样东西 那就是自宇宙诞生起从未改变过形态的物质 通称宇宙原质 至于鲍文手中的镜子里 则有一颗珍贵的宇宙原质 所以这么说你们明白了吗 这听的鲍文直冒冷汗 但不相信的他命令守护神继续上 结果守护神只是可爱的歪了歪头 并没有继续听鲍文的命令 然后一脸困惑的在我和鲍文之间来回观察 看到这一幕其实我也明白了 那就稍微解除一点女态 这样就能认出我了吧 顿时我的眼眸好似化作了宇宙星空 守护神在见到之后立马就正着了 过来把我对他说道 轻轻抚摸着他然后拖起他的脸 接下来的这一幕就是如你们开头所见 没错是我轻轻的他了 而一旁的重阳月看得那是下巴都惊掉了 守护神化作一缕灰烟钻路到了我的身体中 而在别人看来就像是我把守护神吃了 这让鲍文惧怕不以颤抖地发出疑问 你竟然把他吃了你到底是什么怪我 我听了微微看了他一眼 吃 不过是让他回归原味吧 而他真正的身份则是我的贴身侍卫豹鲍鸟 看着身旁的豹鲍鸟说道 欢迎回来 即使是千年岁月也未曾让你改变半分 而豹鲍鸟的等级在99级 属于狂级最上级 在一旁的屋里他们见状发出疑问 难道说主上一开始前往此地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只始祖精神体而来 我表示没错 细数我手下所有陈属 历时千年而不枉也不会离开帝国都城太阅一层 就只有豹鲍鸟了 被王明劫持的时候 我联络沉下的精神感应应迹突然有了微弱 便知是豹鲍鸟与他有过接触 重阳月听了一脸原来如此 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算计了 而王明则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不过看着不安的豹鲍鸟 让我有些疑惑他为什么一脸抱歉的样子 很快我就明白了 对豹鲍鸟来了个摸头杀 被那个男人欺骗这件事不用放心上 是我离开太久了 不怪你把那点宇宙原制当成我 而豹文根本不相信什么始祖精神体 在他自己身后摸索了一阵子后 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 二话不说就是朝着我开枪 他也不担心打不中人 因为他这次带来的可是短程制导枪 子弹可以自由改变方向 就算被拦截了子弹内还有大量脆毒破片 豹文正期待着我脸被打开花 然而子弹到了我脸上之后就停滞了 豹文他疑惑了他不解了 为什么子弹连脸皮都没打破 甚至连破片都没激发 事实上豹文不知道的是子弹在我汗毛面前就停滞了 没错正是我的汗毛挡住了子弹的前景 这是本时代的主流武器吧 威力好像弱了那么一点点 而豹文见子弹都伤不了我 那时头也不回就跑了很有仙剑之名 我看了后就交给豹桑鸟解决 豹桑鸟瞬间就来到了豹文面前 将豹文的精神体给叼走了 豹文不用说口吐白沫的倒地 做完一切后豹桑鸟也回到了我的身边 然而这一幕却是被一位眼镜娘看得清清楚楚 人化龙族 人化兽族还有一个兽化人类 再加上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普通人类 他冷笑地发出一声警告 逆我所行之事 来日可别后悔 在召回我的贴身示威豹桑鸟后 在解决刚一成的排头兵豹文后 王明扑通一身跪了下来 此时他被吓得直冒冷汗 不仅能假死还生 还能收服这片土地的守护神 这还看不出来他是个大人物 他就真是个瞎子了 我看出王明心中害怕但大可不必 现在的我不过是个旅人罢了 并不是一位帝王 看着他们母女好奇地询问 那个豹文不止一次想要谋害你们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毕竟他们都已经搬出自家土地了 却还想取其幸福 王明想了一会也想不出什么 指不定就是那个城主本性残暴了 我听了后未必是那样 指不定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他们泄露 只有以死风口才能让他们安心 便决定明天去王明家中看看 回家的话王明倒是无所谓 但是至少还有一对刚一成的士兵 驻扎在他家里 恐怕不好进去 我便对豹桑鸟询问到 是能吓跑他们吗 豹桑鸟听了点了点头 王明见状好吧 是他白担心了 入夜看着这久违的夜色 真是好久没见到 因为在那魔镜里可不分什么日夜 在我欣赏月色时 蟹狐狸却是苦服了过来 小生生人家睡不着觉 该怎么办呀 我看着这一幕以为 这蟹狐狸又来瑟瑟对他问道 白天爆丧鸟伤了你的精神 还不好好躺下休息 蟹狐狸一听手指着自己嘴边表示 等待自聊的过程又枯燥又痛苦 人家根本耐不住啊 而且小生生不是知道人家的喜好吗 所以说可以稍微满足下人家吗 听着这话我想了想 好像也是我的原因 要是我早出手就不会受伤了 既然如此那就满足你吧 说着我抚摸上了这只蟹狐狸的小脑袋 因为灵狐一族力量的秘密 实际上来源于大脑内分泌所带来的幸福感 我只需完美拟太出神经细胞 进入大脑直接刺激其内分泌即可 灵狐一族甚至不需要吃饭睡觉 只要满脑子都是幸福感就能生存和延续 甚至还能持续变强 片刻后精神损伤便已经修复了 等级还连升了两级 算是因祸得福了 然而就在这时重阳越来 看着我和蟹狐狸两人他羞怒的喊道 主人你们两个这么晚了 不睡觉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看着莫名生气的重阳越表示 其实我是不需要睡觉的 然而重阳越根本不听 又提起我的王之相警 他要被气死了 大半夜的竟然和这只色狐狸溜出来忧悔 就算是主人也不能原谅 而我微微转头朝他看去 不听我解释就算了 这孩子到底在生什么气 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 我们便来到王明家附近 看着士兵在巡逻便交给爆丧鸟了 随后我又很不解地看向重阳越 准确的是我手臂上的那只双手 为什么从早上开始就一直这样拉着我 而重阳越气羞羞地哼了一声 当然是好好盯着主人免得被人拐跑嘛 我听了更疑惑了 女人心还抵振 想不明白直接用会十只眼 查看重阳越心中的想法 便看到了我昨天与爆丧鸟亲吻的一幕 和夜晚跟小狐狸待在一起的画面 这小脑袋瓜里想这些干什么呢 难道是到了发情期不成 算了想不通爆丧鸟 已经清场了先过去看看 只见前方一个巨大的机器映如他们眼里 虽然是第一次见 但这毫无疑问是勘探社的 这也太明显了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难怪刚一城要杀人灭口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王明家地下应该附藏某种刚一城急需的物财 而且是绝对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军国戾气级别的好东西 完美你太用出模拟术的根须无限向下蔓延探查 不一会儿就寻找到了目标 紧接着物理他们就感到一股巨大的震动 下一刻犹如黄金一般的矿石冲出地面 虽然像黄金其实并不是 而是一种名为仙童的矿石 它能够让重型武器小型化和安全化的稀有金属 刚一城这是打算发动战争啊 另外一说重阳越是真正的猫人 是未知的基因一变从纯人类受化的 无聊的战争我已经品鉴的够多了 其中最让人讨厌的一点 莫过于庸人对战争的轻视 口中喊着大意 实际上不过是掠夺弱者的游戏 错别时间千年 恐怕我最大的失职就是纵容了一批无能之辈 让他们自以为拥有统治和征伐一方的本事 既然是我的过错 那就由我亲手纠正吧 随着我的用力一年 小山一般的仙童矿在我面前消失不见 雾里他们看的是一阵惊讶 因为这仙童矿可重达数十万吨了 竟然被收起来了 而我微微转头对着他们说道 现在谈判的资本已经有了 咱们去趟刚一城吧 看看那位坐拥国王般实权的城主到底打算做些什么 在另一边宫殿豪华建筑并起的刚一城 一位小罗利躺在了沙发上 但可别小看他 他可是这座刚一城的城主度色妮 此时小罗利正询问鲍文怎么还没有回来 被询问之人正是眼镜娘这座城主府的高级顾问 他表示要用巫柱之术占卜一下 只见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好厉害的振文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后他装作惊讶地喊道 鲍文他竟然遇害了 小罗利城主也是吃惊地坐了起来 什么人竟然敢伤害他刚一城的人 然而让小罗利城主不知道的是 鲍文其实并没有死 只是精神失常 但对眼镜娘来说已经和死人没什么区别了 然后眼镜娘故作惊讶把我们一行人的画面 展示给城主小罗利看 并表示我们已经来到了刚一城 这让城主小罗利勃然大怒 一帮刁民竟敢坏他大事 他正想命令人拔 但眼镜娘对着城主小罗利说了一句 此时不易动用 他们所行之事还要保密 就算鲍文失手计划也能够照常推进 城主小罗利听了有些咒美 那快递除了藏着仙童之外 还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不早点拿下总怕会出现什么差别 眼镜娘闻言呵呵一笑 那快递晚点入手也没关系 但这些不速之客 今天就要他们永远地消失 而另一边太太正兴奋着 才认识第二天就出来约会 还特意把他拟了支开 看来今晚会有激烈地展开呢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黑黑一笑 我听了不知说啥好 因为王明可是通缉犯 哪能让他来 这时物理有些好奇的询问 怎么是那只狐狸在陪王明 他不是才伤愈吗 崇阳月听了表示 如果让那只色狐狸和太太凑在一起 怎么想都很不妙吧 物理一听有道理 玩闹过后对着太太叮嘱 等下到了城主府 还希望太太按刚才说的计划做 太太微微一笑表示没问题 他擅长扮演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这也是为了他们母女俩 不过现在还是午休时间 不如先休息一下吧 崇阳月看了一眼四周 人多眼砸会不会有潜在的危险 我拉开座椅让崇阳月入座同事回忆 我喜欢你这份谨慎 不过有爆桑鸟在 他能察觉到附近一切针对我们的精神活动 然而崇阳月却是自动过滤其他字眼 只留下了喜欢你三个字在他脑海里 砰的一声成了蒸汽机 之后就是下午茶时间了 但我用完美你太感知了一下茶水 看样子有人并不欢迎我们来刚一程啊 用餐时间结束了我们该走了 看着一步一回头的太太只能推着他离开 不过连爆桑鸟都没有察觉到敌意 他是用什么方式找到我们的 是科技还是魔镜的力量 就在这时一名金发男子拦住了我们 他正是刚一程卫兵大队长鲍武鲍文的哥哥 在得知他兄弟被干掉后 还大摇大摆走进刚一程 真当他们卫兵队都是吃闲饭的吗 物理健壮手中的长刃准备随时出桥 同时让鲍武滚吧 以卵机是不可取 鲍武听了后却是嘴角上扬 你们确实不弱 前提是如果没有中毒的话 崇阳月他们听了立马捂住了自己的嘴 明白是刚才喝的下午茶 鲍武看到崇阳月他们的表情轻笑一声 科先生果真神奇妙算 等我拿下你的一定要好好感谢他一分 而我微微一笑 手掌上浮现莫名的液体 这应该就是你说的毒吧 不知解决掉你之后 不知能不能会一会那位科先生 龙娘物理的战斗他来了他来了 迈着修长笔直的大长腿 手握身旁剑刃 一股令人心计的能量在剑刃中酝酿 目标自然是面前这个金发男暴武 暴武剑状迅速朝地面扔出了一颗催眠弹 这让崇阳月立马捂住了鼻子 同时大声提醒注意呼吸 然而物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大可不必 他手中的剑刃直接将催眠瓦斯给劈开了 暴武剑状面色一沉 居然能用刀剑隔绝气流厉害啊 随即又自信了起来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催眠弹 他已提前服下抗体 绝对要让这些人知道他的厉害 崇阳月看着消失的暴武左顾右盼的搜寻身影 并出声提醒 应该是配合这烟雾特制的迷彩服隐身了大家小心 然而我早已发现暴文身影到我并未出声 这是他们的战斗 而暴文剑崇阳月知道那么多觉得他是罪魁祸水 于是便决定擎贼先擎王朝着崇阳月攻击而去 就在这时物理将剑刃横于胸前深吸了一口气 龙吟见笑 一股恐怖的龙吟吼声从物理的剑刃上爆发了出来 直接就是将隐藏在催眠瓦斯的暴武阵飞出去 被阵飞的暴武心头一震 明白这是七十级狂击以上才能做到 但同时他也不放弃准备放手一步 掏出一把手枪这也是他最后的手段 而手枪射出的并非是子弹 而是形如针筒一般的管制长条 物理剑撞他将手中的剑刃收回到了腰间 微微向下蹲下做出了一个如拔刀斩的动作 缓缓吐露两个字 收拾 只见物理一行幻影般留下道道财务 将暴文射出子弹都一一拦截 片刻之后物理将剑刃归于翘中 结束了 然而认真一看就能见到暴文射出的子弹 竟然被物理用剑刃手笔来了的窜窜 暴文看了直接就是惊呆了好吗 主上他已经无心反抗了 接下来如何处置 来者不善最稳妥的做法当然是让他永远退场 就在这时身体突然一正 紧紧捂着胸口 这是万命之旋的力量 但为什么突然开始涌动呢 有什么东西在从万命之旋流向我的思维 他在干涉我的决断 面对崇阳岳的担心我表示没事 转而对暴武说道 再不逃跑的话你说不定会命丧于此 暴武文言轻笑一声 他可是刚一城的卫兵总领 他要是逃了谁来守护刚一城人民的安危 于情杀亲之仇于李克敬之首 没了我暴武 柯先生和城主大人也定能将你们绳之以法 而且擅自走这么近 你是真的不怕死吗 我听了只是将手搭在了他的脑袋上 你若真能杀我 我高兴还来不及 暴武则冷汗开始不停地流下 虽说在这个距离 被他空手搏杀的恶徒少说也有上百名 但这家伙为什么会给他一种不可侵犯的威压感 这甚至让他连举起手来垂死挣扎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要死了吗 我会被这家伙捏爆脑袋吗 至少在口舌上我未落下风 也不算死的丢人了 然而我并不打算杀他 甚至还调笑说了一句我投降 这话不用说每个人那都是一脸的震惊 随后将他拉起 我只是好奇如果抓到我们这些犯人的话会如何处置 暴武文言叹了生气 会交给柯先生审问处置 听到这便拍了拍暴武的肩膀 那就麻烦你带路了 带我们去柯先生面前 顺带一提你的兄弟并未丧命 他人还在山里事后你可以亲自去接他 暴武这一听顿时咬牙切齿 认为我这是在威逼利诱 不不不 我这是在邀请你做一个见证 见证一下如今刚一成的王 到底还值不值得你为之除暴安良 是什么东西让我报价了二百亿 在把太太一番打扮后 我们来到了城主府的会客厅 而暴武则去城主小罗莉娜汇报信息 汇报王明一家土地买卖一事 而此时的太太紧张得不得了 她一个小农民竟然要和城主大人会面 会不会搞砸呀 我看得慧心一笑轻握住太太的手 表示没关系 就算搞砸了不是还有我给你兜底呢 太太一听露出温柔的笑容 又带着羞涩地说道 等这场会谈结束我们就回家结婚吧 好家伙就惦记着我是吧 随着一声城主道 城主小罗莉来到这会客厅 她优雅地摊在椅子上出声询问 听说有人在出售城主府感兴趣的土地 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介入一手呢 一旁的眼镜娘看得皱眉 好像少了一个人 而太太起身鞠躬对罗莉成主问了声好 我是王家李氏 丈夫早王 唯一的女儿最近也在争斗中不幸去世 只好去夫家请能做主的人为我主持 罗莉成主听了便看向我 这么说这位就是你从夫家请来的负责人了 你的弟打算卖多少 开个价吧 我伸出两根手指对着罗莉成主比划了一下 20万元 作为边界的荒帝这个价格还挺合适的 而眼镜娘表示这个报价不对 罗莉成主一听难道是200万元不成 除非打造成新的集市 否则那块农田哪里值200万 眼镜娘摇了摇头脸色阴沉了下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的报价恐怕是2亿 罗莉成主听到这个报价直接就是吓到 而眼镜娘眼神凶狠朝着我看了过来问道 你小子是不是已经从地下采集出仙头了 我听了并未回应而是反问道 你就是柯先生吧 怪不得能够预知我的形成 原来是占卜算计的能力 可惜你还是算错了不是2亿 而是200亿 这既不是土地价值也不是商业价值 更不是矿藏价值 我要你们支付的 是你们打算发动的这场战争全部的军费 罗莉成主听到这气的他崩碎了作语 小小刁民竟敢在成主府放肆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没有和我叫嚣的资本 而罗莉成主也是拿出了一个 不符合他娇小身体的流星锤 物理健壮眼神凝重地说道 主上他是人化的矮人族 矮人族拥有超强的力量和数一数二的耐力 更是以脾气顽固闻名 一旦矮人族打算做一件事 几乎没有任何人能让他们改变主意 也就在这时罗莉成主拿着他那巨大碎星锤砸了过来 一把长刃拦截在这碎星锤面前 正是物理一剑挡在了罗莉成主的面前 物理感受碎星锤传来的力量竟然不在他之下 这实力莫不是已经到了狂级中位 物理猜得没有错 罗莉成主的等级已经到达了81级 碰撞之后两人相互分开 而我淡淡地对物理说道 他确实比你厉害 不过在他手下坚持五分钟应该能做到吧 物理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时 不止坚持五分钟 我还能打败他 至于另一旁的眼镜娘 他想不明白这帮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如此没有计划的挑衅 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等一等浪费时间 造了他们的目的是 眼镜娘似乎是猜到了什么 而在另一边刚一成秘密军械苦 暴武来到了这 在士兵调走之后 他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小罗莉挨揍了 毫无反抗的那种 在之前的眼镜娘猜到了什么 他愤怒无比地直接对卫兵下达攻击太太的指令 杀了那个妇人 枪林弹雨间太太吓得躲进了我的怀里 我不屑地发出了一声冷哼 先挑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下死手 这种狠辣已经很久没人敢在我面前显露出来了 说着我直接将太太吃了 吸入身体中 先到我这来躲一躲吧 眼镜娘看了眉头紧皱 这是什么能力为什么她计算不出来 而我平静地坐着任由子弹朝我射击同时开口 通过引燃爆炸推动弹丸 利用质量和速度杀伤敌人 这种玩具就这么让你们信赖有加吗 真正的武器应该更加解明有效 比如在这个房间里的子弹 加上锁定 纠缠 共鸣 引爆 说着直接捏爆了手中的子弹 与此同时士兵拿着步枪的弹夹全部被引爆 子弹全部销毁 而我则毫无波澜地继续说道 用这种原理开发出来的工具 才勉强称得上是武器吧 果然没了我军灵天下 时代的进程慢了很多呀 另一旁物理和罗力城主的战斗还在继续 两人之间交锋打斗了数次 总的来说还是罗力城主在上风 物理则稍弱一筹 他虎口在隐隐作痛 毕竟怎么说也算是等级低了好几级 热身过后罗力城主打算用出真本蛇 钢铁神异 来自碎星锤上蕴藏的力量开始涌现 随着罗力城主白嫩的手掌伸出大鹤的一声腿 物理瞬间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即便用长刃刺向地面也无济于事 他身体中有股力量强行把他拉退 罗力城主见状有些得意的开口 这尊武器名曰夺金 是我与魔镜沟通后得到的力量 开启钢铁神异后我与他共中2.4吨 只要是比我们质量更轻的金属物质 都会受到我的控制 也就是说你体内的所有微量金属 全都在我的支配之下匍匐于我 跨落物理身体不受控制地直接向下趴下 他咬牙想站起身来却是完全不受控制 他也明白了普通招数看来是没用的 想要打败罗力城主只能祭出那一招 而我也看出了物理的想法对他说道 我们是来谈判的 打打杀杀不是我们的目的 回来我身后吧物理 剩下的一程交给我 物理听了闭上了眼睛 平静了身心回应了下来 随后缓缓地回到了我身后不再言语 至于罗力城主眉头紧皱心中暗暗想到 这小子难道看出来钢铁神异的力量是不能穿透的 就算这样每个生物体内都有金属物质 躲在你背后那我就直接对你用力 钢铁神异 给我过来 随着罗力城主的话 不管是会客厅内的电灯 还是钢制的茶水杯 都朝着罗力城主飞去 只有我和身后的物理纹丝不动 罗力城主直接看不明白了 为什么我还能风轻云淡地坐着 比我壮 这不可能啊 他体内的金属物质绝不可能超过2.4吨 在这个规则之下 没有金属可以抗衡我的力量 不放弃的罗力城主再次用出钢铁神异 这次他准备驱动金属把我扯烂 然而结果却是罗力城主他自己飞了出去 我一把接过这个飞来的小罗力 在他的懵逼的目光下 我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例的作用是相互的 然后冷声地问他 你为这场战争准备的200亿经费 占了刚一成财政收入的几成 罗力城主气死了拼命地挣扎 在我的城里我就是亡 管我怎么花钱 然而这是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响了起来 罗力城主顿时就愣住了 翘脸红晕逆步 紧接着转头眼泪汪汪的结巴地开口 你 你怎么敢打我的屁股呢 打你还是轻的 看你手下的表情 我就知道那肯定不是合理的军费开支 我看过你的刚一成 城镇治理井井有条 人民生活安乐之足 完全没有霸业膨胀的迹象 你把这样一座城市绑上战争的车轮 一旦遭遇失败 对他们来说就是灭底之灾 我打你还是轻的 又一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罗力城主乌乌地哭泣 他现在毫无办法 我力气大的他完全挣脱不了 他羞愤地让鲍五和眼镜娘赶紧帮他脱坏 然而鲍五瞥了一眼眼镜娘表示 他已经不在这儿 只留下了一个替身 而他巴布的多打几下 他完全不知道这对外战争和200亿军费的事 而我也不想再打了主要是嫌弃 矮人族的屁股跟石头一样硬 将这只小罗力放下后对着他说道 杜瑟尼城主看上去没那么容易心服口服呢 那就把柯先生请回来 让他亲自交代一下到底有什么阴谋吧 在把小罗力城主教训了一顿后 崇阳月果然是失去了联系 看样子又得亲手做一些不符合帝王身份的事了 片刻后的军械库 眼镜娘已在这等待多时 他的身后就是崇阳月 此时他算是明白了我能报出200亿军费的估算 原来是安排了这只小猫咪传递情报 还在他们的器械上动手脚 而崇阳月也是一脸抱歉地说道 主人我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眼镜娘勾勒勾崇阳月脖子上的圆环表示 这是主仆命环 佩戴主环者受到的一切伤害 都会加倍折射给仆环佩戴者 而且仆环一旦离开主环太远 也会自行绞杀佩戴者 不过就算我劫持了你的手下 我还是不敢保证你不会伤害我 因为你可是新生啊 那个亘古一地的新生 有着魔君之名的新生 牺牲几个手下恐怕连眼神都不会动摇一下吧 看着我并未说话 眼镜娘又自顾自地说道 是不是很惊讶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身份 以及为什么我知道你的身份 还敢用这种态度对待你 我的能力是占卜计算 不仅能够知晓过去计算未来 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得到无数难以被人发现的宝具 千年之后重现世间却马上就要死在我的手中 真是可怜啊 我并未回应眼镜娘的话语 而是伸手让重阳月过来 与此同时重阳月脖子上主仆命环也咔的一声解开了 在眼镜娘懵逼的注视下 重阳月直接向我的怀里扑过来 轻轻抱着她 然后直接吸入我的身体里 眼镜娘看着眉头紧皱又是这个能力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如你所见自始至终我只使用了一种能力 千年前我的子民都知道了 完美拟态 要实现准确的拟态 本来就需要超强的计算能力作为基础 感谢你开场说了那么多废话 浪费的时间让我破解一个枷锁道具绰绰有能量 眼镜娘听了气得嘴角抽动 不过是千年前就该入土地不懂 竟敢小看她直接拿出她的最致命的宝具 瞬间一道恐怖的雷辐射爆射而出 轰的一声雷辐射命中的爆炸响起 地面也被雷辐射离出一道沟壳 而眼镜娘手中的其实是粒子收束器 因为有了仙童强化完全不用担心残留辐射的反噬 此时她得意的哈哈大笑 没有生物能躲开光 没有生物能在辐射中活下来 有烟无伤在哪都是适用的 拍了拍身上的热气 确实的确没有任何探机生物能够承受这种辐射 幸好我是全裸着过来的 不然一身衣物都要烧没了 看着眼镜娘的失态 奇怪你不是自诩知晓过去计算未来吗 为什么我在你脸上看到了计算失误的表情 你的下一句话是不是 这可是本世代最尖端的武器 为什么还杀不掉这小子 眼镜娘愣住了为什么 因为你引以为傲的计算能力 在我的完美你态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下一刻空间宛若化作宇宙星空 将眼镜娘给包裹了起来 我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有这么一种物质 它是宇宙中理论上最小的物质 无色无味 甚至几乎无形 只要它愿意 任何其他物质和能量都无法穿过它 然而这世上本没有这种物质 但理论上是可以存在的 就好比世上本没有终端机 但人们却可以通过对宇宙法则的认知制作出来 在你的周身是无数颗用我身体的一部分 你太初的这种物质连成的一片 在这片物质之上 所有信息为我所知 所有事物都能轻易拿捏 发明这一境界能力的人将其命名为 可控领域 亘古一地新生到底有多强 仅仅是一个领域展开 眼镜娘怕的想逃跑 却是直接一头撞上了领域 滑落了下来 看来它的投注是当不成了 而且新生的一根权杖 就寄宿着宇宙的三种核心力量 分别为命运 秩序以及愿望 所以这权杖又名为三神 而这些力量的强大之处 不在于一旦动用它们会有多可怕 而在于它们始终保持不变 想要逃出新生的可控领域 只有改变它的空间法则的力量才能做到 但是秩序在新生的掌控中 岂能让人轻易扭曲空间的秩序法则 而眼镜娘此时害怕极了 她一边向后退去一边求饶地开口 新生大人求您不要杀我 你想重新夺回你的天下对吧 我知道很多秘密对你可是很有用的 新生俯身下来微微一笑 我本来也没打算杀你 只是来把你送给我的礼物退回去罢了 眼镜娘听了不禁把目光放到了新生手中液体上 她咽了一口唾沫 而新生她之前也没研究是什么毒 反正现在刚好给她享用 至于眼镜娘的秘密她用可控领域 不知道她的大脑里完全能一览无遗 拉开眼镜娘的嘴将这毒液给她灌了进去 下一刻眼镜娘躺在地上抽搐不已 做完一切后的新生她缓缓起身 我新生已经足够精于计算了吧 还不是被魔镜算计掉了千年光阴 还想用算计的能力浑水摸鱼搅动天下 果然世人能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 就是他们无法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不久后的成主腹 传来了罗莉成主的惊呼声 她震惊了这么小的小哥 竟然是那个亘古地 太太听了脸红地说道 别看小新生外表很小 其实尺寸超大的让人特别有安全感 新生无语了 请不要说得那么容易引人误会的话呀 不过她的本体确实不行 装一些仙童容那几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如果解除完美你太的话 可就要报分了 而罗莉成主也不再纠结 她小心翼翼地询问新生到底想要干什么 是把她干掉取代了之 还是一桶新的世界 新生并未回应而是扔了一个东西给小罗莉 那是从眼镜娘身上搜出来的 小罗莉在看到之后又是一声惊呼 因为这是北历帝国的特攻令牌 她竟然被北历帝国骗了 要知道北历帝国靠着广袤肥沃的土地 和丰富的矿藏 雄巨大陆接近千年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北盟也是因她而成立的 罗莉成主这时候也明白了前因后果 在两年前科西因为发现新矿有功 进入成主府很快就展露锋芒 当她提出要突袭乌托尔扩大刚一城版图的时候 也完全没有怀疑过她 而乌托尔是个自由散漫的小国 就在刚一城和北历帝国之间 由科西负责武装的突袭部队 预计只要三四天就可以打下乌托尔全境 然后北历帝国就会趁机出兵 一举拿下乌托尔和刚一城两地 以掏会两年的努力 全给北历帝国做了嫁衣 新生说着之后会发生的事迹 小罗莉听了无力地坐在了椅子上 被鱼弄至此她也无话可说了 然而这是一个项圈给小罗莉套上 道歉无用乖乖接受惩罚吧 同时太太脖子上也有一个 没错正是眼镜娘的主仆命伍 主环则是在太太身上 此目的是让太太继续扮演科西在小罗莉身边效力 让北历帝国以为 他们在刚一城的计划仍然万无一失 她也会为太太制作科西的你太外皮 罗莉城主听了很是吃惊 难道说你打算直接对付北历帝国 那可是有着近千年基业的超级大国 走向门外的新生巍巍转头对罗莉城主说道 那是王需要操心的事情 与你无关 好好做你的城主照顾好刚一城的居民吧 此行向北 何以可为 生而为王 我自常详 没有人性 今生枉为人 没有努力 今生当为何 没有快乐 今生当没过 没有悲伤 今生不知悔 但莫一切的亘古一地新生她有了人性 话说回来谢狐狸接到新生的信息终于是回归了 他把明明和文文都带来了 只是文文脑子好像有点不正常 因为鲍文的傲慢愤怒和恐惧都被吃掉了 不治疗的话 今生都不会再有这三种情绪了 而鲍五表示没事这样就好 这让文文很伤心 真的是亲兄弟吗 而接下来新生和他们的兽儿娘 将前往北边的乌托尔和北历帝国 不过新生也不着急赶路 他现在急需了解这千年时间的世界历史 而这时崇阳月神情低落地表示 他真的还可以和大家一起走吗 以他的实力到了那些地方 不会拖大家的后头 说什么呢 谢狐狸一把抱上崇阳月 以前要不是小月月聪明伶俐 我们哪能平平安安走到现在啊 新生看了也让崇阳月 不用再一被柯西捉了这件事 还有千年前祖辈效忠意愿 也没必要强加在自己的身上 崇阳月听了大喊了一声 他并不是强加的 王道的终点 一统万物只是王道的起点 我想要看看王道的终点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的梦想 新生正正地听着崇阳月的宣言 片刻后他伸出手 那么我来教你变强的方法 万年来所有智慧生物 获得奇遇和异能的终极手段 沟通魔镜 但代价是 从此以后你的生死由我决定 崇阳月则是毫不犹豫的 丹西跪地宣誓 出生入死生死教于无主 新生便让崇阳月把手 合在三神权杖上 略微交叉手指和时 闭上眼睛放空思绪 脑海中不想一世一物 然后默念他的名字 在代表着命运 秩序和愿望的三神权杖下 崇阳月来到一处暗无天日的意识空间 但在下一刻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成 依照秩序的法则 你已经与魔镜建立了临时的沟通 在这片夜空之上 是命运对你一路走来的认可 你的忠诚高悬如月 你的战斗闪耀如星 现在告诉魔镜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 崇阳月似乎是决定了什么 在外界崇阳月的意识开始缓缓回归 他睁开了双眸 他感受着自己身体中的力量 他变强了 也确实如此 崇阳月的等级从原来八级提升到了十四级 也来到了强级阶位 这高兴的他直接把新生往怀里抱去 同时喊道 谢谢主人 从今往后我一定不会再给主人添麻烦 新生听了后沉默了一回说道 以后给大家添麻烦的那个人 说不定会是我 崇阳月文言不相信让新生可别逗他吗 新生摇了摇头他可没再开玩笑 刚从魔镜得到万命之悬回来时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焦躁的情绪 相互接触时感受到的身体反应 第一个夜晚时感受到的怀念 想要解决抱五十突然流入心绪中的一丝惋惜 还有你太死亡的时候 感受到崇阳月的悲伤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万命之悬除了让他自身的能力变得更强外 他还赋予了他一样从未有过的东西 那就是人性 如果是从前那个为王机器的新生 在昨天就会进入刚一城 除掉柯西公布他的罪行 顺势取代失职的肚色尼成为城主 我曾见识过无数人性 在我前往王道终点的道路上 人性未必是一件有用的工具 大多数时候他都更像是一个危险的陷阱 这难道就是我擅闯魔镜攫取力量的代价吗 没有想到竟然是龙族率先贝离更古地新生 在更古地新生一统万族两年后 失踪于魔镜之中 不到百年 各族后代纷纷显现人类特征经变四起 龙族率先贝离一统归隐于山巅之上 不足三百年 各族均不奉新生之名 帝国名存实亡 看了世界历史后新生发出询问 龙族率先贝离这是真的吗 物理文言点了点头似的 但我也无法揣摩当时的先贝们 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新生听了和尚史书倒也不是很在意 他在意的是各族类人话 看来当年他去魔镜寻找万命之旋 这件事背后 恐怕另有不为人知的变故 这时他们的目的地也到了 行走鸟提醒他们该下鸟了 新生在下鸟后便交付了五百院陆费 行走鸟看了高兴的大喊老板大气 重阳月他们听了那刻过 那么多的仙童矿一般人都不知道要户户多少辈子 得到路费后行走鸟也向新生他们告别了 这时谢狐狸来到新生身旁出生询问 小生生这种荒郊野岭 真的有你要找的人吗 新生文言表示 是豹桑鸟告诉他 有一只古帝国移民隐居在这里 反正我们接到乌托尔前往北利帝国 顺路找找也不耽误 突然一声救命的大喊声传来 只见远处一名男子似乎在被什么追逐着 而刚好新生他们就在他的正前方 重阳月见状具现出镰刀准备动手 但新生却让他不要动 没有他的命令 你们什么也不要做 而那名逃跑的男子看到新生他们 误以为新生也是接了任务的冒险者 想让新生跟他联手 肯定能打败他身后的鸟螺狂慢 另外一说鸟螺狂慢 是一种有领地意识的童漫观 闯入其领地的生物 都有可能被视作养分而狩猎 而新生却是对他反问为什么要联手 故里在一旁静静看着心中想到 眼前这家伙的实力应该还没有步入胸脊 也就是还不到四十几 能让他逃跑的敌人也强不到狂急 对主上来说确实没有联手的必要 逃命男子来到新生面前停下气喘吁吁的问道 你们真的有能力独自对付鸟螺狂慢吗 然而新生却是眼里带着冷漠看着他 这是你的世贸似和我们无关吧 逃命男子听了立马冷汗直流 明白新生这是不准备救他 他也来不及气愤立马越过新生跑路 让新生他们来挡枪争取给他逃跑的机会 崇洋越看了着急的喊道 糟了他一开始就打算拉我们垫呗 而新生看着越来越近的鸟螺狂慢不躲不避 还调教起崇洋越他们 所以我才叫你们不要乱动 轻易释放善意 有时候未必会招来美好的回报 说着新生具现他的三神权杖 轻轻往地面一敲 重来的鸟螺狂慢瞬间停在了新生面前 随后直接越过了新生 数十条藤蔓拔地而起将逃命男子困了个结实 在逃命男子惊恐不解中 直接被鸟螺狂慢拉进了地底 只剩下一阵的惨叫声 谢狐狸看着身前的地面他有些疑惑 为什么鸟螺狂慢没有攻击他们 而新生却是微微一笑说道 看来他已经认出我了 只见地面中钻出了一位小麦色皮肤的美少女 他看着新生兴奋地喊道 是神主大人 小小的神主大人 不久之后鸟螺狂慢便带着新生来到他栖息地 重阳越看到也是一阵惊呼 那位领头鸟螺狂慢恭敬出生自我介绍 在下巴莉莉 仅代表巴罗一族恭迎小小的神主回归 而巴莉莉的等级在55级属于胸中级 新生听了让巴莉莉去掉小小两字 新生下线为王 上线也是王 请不要用神的名号来称呼 巴莉莉听了说道 好的神主 没问题神主 算了新生他无所谓了 说起来记得当年鸟螺一族归顺的时候 你还只是一株扶在枝头的小草 一千多年了 你竟然以近似人类的形态存活至今 是什么让亘古一帝新生露出这样的表情 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错了错了回归正体 在之前新生他们见到古帝国的一只移民鸟螺一族 却是接到了鸟螺一族的拜托请求 恳请新生踏平乌托尔保护他们最后的栖息地 而这里本来是帝都的郊区 千年来几乎没有任何人为的改变 但大概三四年前 一群自称来自乌托尔的冒险者 开始步步侵占这片土地 神主大人现在看到的这些 就是鸟螺一族最后的领地和自由者了 新生听了当然不会拒绝 既然遵他为主 他自然会承担启王的责任 而巴莉莉听到新生没有拒绝之后 那么遵循古老的盟约 这是他族群的让利 面对小狐狸疑惑让利是什么 崇阳月解释了起来 千年前亘古地虽然一桶万物 但大多生物没了植物就无法生存 所以动植物之间有一份让利之盟 植物主动让利来换取族群自由和保护 好香的味道 雾里看着杯中的金黄色液体 而巴莉莉看了表示可以喝喝看很好喝的 崇阳月他们听了也是喝了一口很是香甜 然后有些疑惑地询问这是什么饮料 巴莉莉听了有些脸红地说道 这树叶出自在下了 雾里三人这一听直接把口中的饮料吐了出来 而新生却是恰恰相反还要再来一杯 崇阳月看了惊呆地喊道 这可是人家的树叶 主人你怎么还喝得下 新生闻言舔了舔手指回应 我本来无需进食 只是这句身体似乎有点是甜 崇阳月听到这个立马联想起了新生之前说的人情 然后瞬间就把那些蜜汁饮料抢过来 这些要由他来管理 在不久之后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乌托尔城邦 雾里看着远处的城邦发出一声感慨 这行如箭一样的城邦真特别 然而新生却表示 特别的风景可不在远处 多看看你们的脚下吧 只见下方有着无数人的尸体 他们无人管辖就这么丢弃在这荒原上苍蝇密 崇阳月看得顿时冷汗流下 新生则毫无波澜地走 终于有点乱世的样子 不如说这才是世间常态 片刻他们来到了乌托尔城门口处 执行人员让他出示有效身份证明 然而装扮成难民的新生一副害怕的模样说道 我第一次来没有证明怎么办呢 执行人员布置这套直接让新生滚 新生被凶得呜呜哭泣起来 可是人家和家人走散了 一个人也不知道去哪呀 那副可怜模样要有多惹人恋爱就有多惹人恋爱 执行两人看得那是一副受不了的样子 心跳不可遏制的枷锁 直接把新生放进去了 进来的后的新生完美拟开展开 将崇阳月物理他们给放了出来 出来后的崇阳月对新生那是一阵夸 这么轻松就进来了 然而新生却是没有露出开心的神色 因为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反倒证明了这个城邦的守卫漏洞百出 甚至不难想象 刚一成有北历帝国潜伏的卧底 乌托尔也一定会有 崇阳月文言担忧地说道 那这一次主人打算怎么做 新生听了回应道 崇阳月你是在担心我吗 担心我驾驭不了拥有了人性之后的转变 我还是那句话 相信我 相信我比你想象的更加无所不能 崇阳月重重地点头 我相信 然而下一刻新生闻到甜甜的香味就跟着走 崇阳月一把抓住没好气地说 别被区区甜点骗走啊 这叫我怎么相信 你们见过把名字写在自己大腿上的人吗 在堂堂亘古地新生卖萌之后 没有人能做到无动于心 所以新生他们也是成功进入了乌托尔城邦 来到了乌托尔城邦的冒险者公会 但他们进入时 一位黑发男子立即闪身出来迎接 他睁开了他的一色双瞳出声询问 四位面孔很生分啊 是来注册成为冒险者的吗 崇阳月文言大方地表示他们出来乍到 不太明白本地的规矩 能不能给他们介绍一下 黑发男子听了当然是可以 冒险者公会是由乌托尔官方设立 为广大冒险者提供资讯服务的机构 在工会注册成为F级冒险者 可以合法持有武器通过做任务积攒阅历升级 成为高级冒险者之后 还能获得更大的权限和奖励 整座城市的运作都和冒险者公会息息相关 任何人有任何想要发布的任务 都可以在冒险者公会提出悬赏 新生对此发出疑问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强大的冒险者 就是乌托尔的国家力量 黑发男子听了笑容消失微微眯眼 这么说也没错 还有抱歉啊 原来是五位客人了 刚才看成了四位真不好意思 这话一出爆桑鸟立即现身准备冲向黑发男子 新生见了让爆桑鸟别冲动 这里不用你登场 而黑发男子再次恢复笑咪咪的模样 然而下一刻他却笑不出来 因为新生准确说出了冒险者制度实施的事件 然后又说了一句真是可惜 这就让他很是疑惑了 可惜 可惜什么 新生冷漠地看着他访问 冒险者公会质子 这么愚蠢的灭国之策 就要让乌托尔大难临头了却不自治 这难道不可惜吗 黑发男子被说得正中 但这是一道门被暴力推开 一位身材爆炸的预警 再加上一位小萝莉走了进来喊道 是谁在冒险者公会大放厥词 竟敢当众侮辱我们会长 然后又气势汹汹地问道 你们是哪来的 难道是北历帝国拍来捣乱的吗 玉姐连忙把小萝莉推开对他说 帝国人才不会心平气和跟我们说话呢 然后再向新生他们道歉 不好意思这家伙就这臭脾气 见笑了 而黑发男子也趁此机会站了出来缓和气氛 同时自我介绍 我叫树谷今世冒险者公会的创立者 乌托尔的建立我也有参与其中 这位身材娇小身上带了个铃铛的则是米露小姐 这位留着长长米黄色长发身材完美的则是道政小姐 他们同时也是工会的管理者 刚才你说冒险者工会制度是灭国之策 能详细指教一下吗 然而新生这时的注意力却不在树谷今身上 而是被那道正欲解吸引了注意力 准确地说是那双黑丝欲腿上的名字 真有人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吗 思索过后的他对着树谷今反问 只要有实力就能成为冒险者步步上位 还有比这更好入侵的体制吗 树谷今明白了新生的意思同时也笑了 如果是担心渗透的话他让新生完全不用担心 他们自有办法 比如那边的三位女士 等级最高的是龙人女士吧 还有灵狐足的女士怪不得见面时说我年龄大 原来是喜欢年下的男性 而等级最低的 不对失礼了 是兽化人类 不过这真是罕见的便衣啊 然后他贪了贪手 三位一期组队在外漂泊了很久了 其他的情报我就不再看下去了 以免侵犯你们的隐私 谢狐狸被说的打了一个寒颤 这太恶心了 感觉都要被这个恶心大叔看光了 树谷精脸红的反驳 他才不是大叔呢 这个有着异色眼睛的男子名叫树谷精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能力时 将一切事物的情报面板化 也就是说他能看透所有人的情报信息 新生便对他问道 那么在你眼中 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树谷精见新生不怕隐私曝光 他也有些跃跃欲试 下一刻新生的情报面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但傻眼的让他来了 新生的姓名种族还有等级都显现不出来 甚至个人情报都是一堆乱码 这看的树谷精很是震撼 他脸上直冒冷汗毕竟从未遇见这样的状况 每一项情报都在疯狂变化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树谷精看得完全呆滞了 在新生说一声停后 数据面板竟然都变成了默认 新生也是缓缓说道 现在你应该体会到 为什么我会说那是灭国之策了吧 而树谷精则是完全不敢相信 他的能力是绝对可靠的才对 而新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表示 我不介意被你当作敌人 但你应该清楚谁才是乌托尔真正的敌人 我这里有一个任务想要委托给归国 不知你愿意接受吗 什么委托 我来自钢义城 最近我们揪出了名北利帝国的高级特工 有可靠证据显示 乌托尔也已经被北利帝国渗透了 虽然附近诸国同属北盟 但在北利帝国眼皮底下 大家都过得不太自在吧 所以如果谁能给我带来帝国奸细的活口 这块精炼仙童就是他的 在委托任务之后 新生他们也是离开乌托尔城邦 会不会被认为是想要故意挑拨他们 新生听了回应道 那个任务并不重要 北利帝国既然已经动了杀心 乌托尔多半也有所警觉 就算没有我推不住来 两方冲突也在所难免 但如果这场冲突演变成了热战 我就必须保护我的子民们的安全 某种意义上来说 鸟锣狂漫算得上是我的帝国最后一块领地 我果然还是谢不了王的职责 既然如此 那就光明正大在这天下重新建行我的王道吧 不过这一次 说着新生掏出了一个终端机 我想稍微试一试这个时代的新手段 而在另一边的鸟锣狂漫一族 巴利利疑惑地看着眼前之人是哪位 这人正是鲍武 他是奉新生指令前来是自己人 巴利利听了一脸雀跃 是神主大人的军队 那就是帮他们打乌托尔的人类太好了 不过新生目前的指令 只是让鲍武驻扎鸟锣一族的领地 如果真的收到了进攻的命令 那他们身后的大家伙 直接叫乌托尔人做人 在新生回来后 巴利利挥了挥手问道 神主大人乌托尔的人类已经消灭干净了吗 崇阳越文言连忙罢手 怎么可能 就算是赶一群鸭子也没这么快 巴利利听了若有所思的泥南出声 明明以前的神主大人只要走上一趟 就能轻轻松松征服一两座城市呢 听到这话 谢狐狸不禁想到了人形扫地机器人 把城市扫飞的那种 而新生表示这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乌托尔组成并非一般的城市 那是一把剑 一把鞋插进地面 只露出上半部的剧剑 崇阳越他们听了很是吃惊 原来不是故意修剑成那个样子的吗 只是那样的剑水挥舞得了呀 当然有能够挥舞他的存在 当然 物理这时也察觉到 新生情绪突然有些不对劲 还没等出声询问 新生转身攥紧拳头说道 乌托尔这把剑 我势必要收入囊中 希望大家可以协助我 此话一出三人都单膝跪地 仅尊王的旨意 对一个王来说 最重要的本事永远是识人用人的本事 凡事都要亲自动手的话 可不是做王的料 这次就交给他们去折腾 此时也是剩下新生和巴莉莉两人 而巴莉莉双手交叉 期待地向新生询问 难得和神主大人在一起 能不能交一交 在下人类身体的使用方法呀 新生看了点了点头 只会跪坐和伏地可不行 确实该有效地学一下 使用人类身体的方法了 下一刻鲍舞闪亮登场 那么就是交给你的鲍舞 巴莉莉直接看傻眼了 然而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了 鲍舞已经开始严厉地教他站姿 新生也是笑眯眯的 可以独自清闲一会了 他走在林间小道上 当他知道有终端机这种东西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四周这些特别的东西 那是不同于千年之前的 蕴含着各种信息的波 那么作为一个临时大表演 这里需要一个情报中枢 当然是在不破坏鸟罗领地缘生态的前提下 想到这新生可控领域展开 模拟出来一个如信息接收塔的巨大机器 其主要作用是接收查看别人传递出的信息 还不会被发现的那种 接下来就是制作了 因为可控领域是由宇宙法则上最小的物质组成的 想要入侵一个原子轻而易举 捕获原子内部的粒子重新改写粒子结构 过程中所需能量由可控领域提供或吸收 物质就以最简单的方式被改写了 通过强大的计算和微操 可控领域能够大规模快速精准地重复以上行为 并按照事先的设计 如打印一般自动铺设出崭新的事物 这就是原集物质改造 片刻之后心生眼前的情报中枢就制作完毕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静后加音 在另一边重阳乐队刚一成的士兵发出全员集合指令 并宣布接下来他就是最高指挥官了 这位教务里则是你们的副指挥官 刚一成的士兵见状询问他们的报伍大队长 谢狐狸听了出来比划一下说道 他在和鸟罗狂慢的妹子们亲亲我我用 士兵们一听到这个立马就联想到 他们的队长现在正在快乐的左拥右抱当中 这一下就是群情激愤的怒 这种见色妄异的大队长不追随也罢 我们都听重阳长官的 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暴武在叫鸟罗一族怎么行走 回归正题重阳乐也是鼓舞气势的喊道 听着乌托尔的冒险者一直想要夺走我们脚下这块土地 但是鸟罗狂慢一族是无主的救护 绝对不能让外人夺取 乌托尔说不定已经跟踪发现了我们 甚至明天就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攻击 现在开始我会指导你们全员提升实力 让那群愚昧的冒险者不敢轻易进犯 就在这时新生冒了出来打断了重阳乐 重阳乐见状很是惊讶 新生立马让重阳乐晋升 这是他创造的威形拟太分身 他可不是一位喜好亲自领兵的王 不要轻易暴露他的存在 他来的目的是察觉到重阳乐会犯一个错误 所以他先来做一个示范 让重阳乐只要拿出相应的气势对口形就行了 重阳乐听了点了点头 请主人指教 下一刻新生进入到了重阳乐的嘴里 这不禁让重阳乐捂起了嘴 主人进入我的嘴巴了 这算不算是初吻吗 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武器才算是最强大的武器 有人说是无限当量的爆炸 有人说是任何生物都无法生存的极端环境 有人说是能击溃敌人内心的武器 这些对也不对 一件武器只要敌我双方都希望永远不会用到它 那么它就是最强的武器 说到这重阳乐他也明白了 因为提升所有人的实力这不现实 他对着士兵们倾咳了一声 我要纠正一下我刚才的话 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提升实力 而是挑选出最有实力的人 把他们武装到让人望而生畏的程度 列善行阵 士兵们迅速列队整齐 简单来说呢 如果树谷经靠近鸟螺狂慢领地 他能看到一群人 但面板只看得见最前面的几个人 只要把最强的几个放在最前面 就很容易制造出一种全员精锐的假象 如果遇上惹不起的强大存在 没有冒险者会蠢到贸然拼命 新生看了也是很满意 崇阳月有成为他左膀右臂的潜力 然而崇阳月却把字听成了左拥右膀 这让他一阵的害羞脸红 回归正题如今的等级划分制度 并非只看自身 持有武器和道具也会影响个人实力等级 刚好能加持武器的仙童矿蟹狐狸会处理 而仙童在高温中特性非常稳定 相反却对低温敏感 在超低温环境中仙童会苏醒过来 如生物一般液化攀附上最近的 富含金属的物质技术其中 片刻后谢狐狸打了个喷嚏 武器和防具的仙童完成强化 而谢狐狸也是被动得瑟瑟发抖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谢狐狸并不会魔法 只能用灵能力制造吸热反应 结果就是动到了他自己 随后崇阳月转头询问一旁的士兵等级 士兵表示自己才12级 崇阳月便把仙童强化的装备交给他 让他穿上试试 穿戴完毕的士兵只感觉自己更轻松了 其他的没什么变化 然而在新生的会十只眼中 士兵的等级被仙童化装备提升到了72级狂级阶位 这对付乌托尔城邦的冒险者绰绰有无乱 不久之后冒险者他们也是来到鸟罗一族的领地 打头阵的正是道政小姐 不过只知道他是人族等级还未知晓 而灵丹罗利则很不满 和巴罗狂慢勾结还来他们这委托任务 这不就是要来挑起矛盾吗 顺带一提灵丹罗利是妖犬族 而树谷惊道是很冷静 北历帝国本来就野心勃勃 不如说没有派出奸戏才奇怪呢 但眼下这群人的威胁显然更大 随即他握紧了拳头 如果出现了危险 他让道政和灵丹罗利 一定要第一时间脱离战场 听到这话灵丹罗利握上了树谷惊的手温柔地说道 一直以来惊都是小心翼翼的性格 我也多少学会了要留些后手呢 放心好了 而道政也朝树谷惊靠了过去 每次行动你都会说相同的话 我们早就心知肚明了 放心好了 树谷惊闻言沉默了回 就算这样我还是要说 毕竟这里可不比我那个世界 随后他吩咐冒险者们小心行事 仔细探出新生他们的底细 然而让树谷惊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这些话语 全部被新生的情报中枢接受到了 而新生抚摸着谢狐狸嘴角微微上摇 还真来了呀乌托尔的暂居者们 那我就稍微期待一下你的表演吧 异世界的莱克呀 这爆炸的威力 竟然是一把小小的手枪干的好事 在灵丹罗利通过气味 分辨出森林中陌生人数在百元以上后 树谷惊不禁说道 刚一城可没有什么冒险者 那就只能是军人 说到这他顿时就气愤了起来 要知道他们五年前就划分好了边境险 而这里可是他们的领地 刚一城的军队竟敢越过他们 这是赤裸裸的入侵 那么现在大意在他们这一边 把这些入侵者赶出去 听到树谷惊的指令 冒险者们纷纷行动了起来 冒险者一号布置陷阱 冒险者二号穿好及立服隐藏起来控制视野 众人都有序分工合作 而另一边蟹狐狸的三条尾巴 在有序的晃度 这是蟹狐狸在使用零能力感知 片刻后蟹狐狸睁开了双眸汇报信息 从西面过来了四人规模的小队 都是科技流的赤后 没有感知到谁使用了天赋 或者来自魔镜的力量 崇阳越听了并不在意 科技能比主人赏赐给他的能力还强吗 不久后热成像一扫而过 冒险者将位置汇报给树谷精 请求树谷精确认对方的实力 树谷精在接收到信息后拿出了一个金属小球 这个金属小球名叫统育之眼 作用是能够让树谷精的视野通过他看到别处 并且统育之眼也能同步将所见事物情报面板 然而实力却是大大出乎树谷精的预料 竟然都是七十级以上 一滴冷汗从他脸颊缓缓流下 按这个世界的实力等级划分 七十级狂级的门槛线是条重要的分水里 狂级以上的强者 都有着将无伤的对手一招击败的必杀绝技 俗称极死技 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对策或者强大的防御手段 狂级以上的战斗往往都是在瞬息间绝出胜负 而且非死即杀 没有想到有效办法的树谷精 让冒险者不要轻举妄斗 优先保护好自己 冒险者接受信息后明白不好忍了 但他并不怕准备当老六玩鹰的 但让他没注意到的是一道斩鸡 已经悄然声息地划过的弹 当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精神体已经被死神镰刀收走了 没错出手之人正是崇洋月 然而这并不是他的本体 他手上这把镰刀可是崇洋家祖传的武器 本来就有斩魂操魂的能力 上次主人为他沟通魔镜之后 现在连他自己的精神魂能都可以远程操控了 而穿吉利服的老六见自己人先被阴了 也是忍无可忍地朝崇洋月开枪 但子弹却穿过了崇洋月的身体 没等老六惊讶崇洋月已经发现了它 控制着精神体毒眼睛使用幻影刀语 一把把幻影刀朝着老六插了过去 而老六知道自己逃不了了 把他们位置信息暴露情况传了出去 另一边在空中的冒险者三号还来不及反应 数十根藤曼已经将他给缠绕而上 这让他大喊不要的同时也是疑惑不解啊 鸟楼狂慢不是缠绕类藤曼吗 没有支撑物为什么能延伸到半空呢 因为巴莉莉经过艰苦的训练后 他终于是站起了 在捆绑后直接给他来了个公主 不过站着果然还是好累 那么还是去地里去坐坐吧 说着便带冒险者潜入地下 至于小队最后的冒险者五号 此时他冷汗直流 因为他也是被发现了 不过发现的方式很奇葩 都让士兵不禁吐槽 发育得这么好根本不适合当侍候啊 冒险者五号听了不仅没有羞涩 反而还调戏起士兵说 姐姐我绝对不会像比我小的对手投降 结果就是一声枪响 顿时就让他傻眼了 但更让他傻眼的来了 子弹在飞过他之后一股爆炸从他身后传了拐 那一声一股小鼓鼓鼻在他的身后伸了起来 这让他颤抖地丢下了小刀不敢再反抗 而士兵们也不禁抖了起来 鬼知道这威力竟然这么大 他们都想换其他人来了 这把握不住啊 另一边心声笑了起来 士猴全灭树鼓精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轻易退缩 不如说反而会更加激进吧 那么精锐级的战略恐吓就交给你的物理 物理听了带上了不知名的明文宝 一脸平静地说道 放心吧 我会按计划把他们逼上谈判桌的 这里不是你该踏足的地方 你也守护不了任何人 物理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踏了出来 树鼓精健壮拔出了他手中剑刃挑衅地说道 这不是74级的龙人小姐吗 你不会以为靠这种实力就能在乌托尔横行霸道了吧 物理握紧了手中的剑刃 让树鼓精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他现在到底是多少级 只见物理的数据面板不再是74级 而是高达惊人的90级来到了狂级上位 一滴冷汗从树鼓精脸颊流下 他心中有些不可置信 难道是之前隐藏实力了不成 还是获得了什么神兵力气 然而不等树鼓精思考物理这时半蹲了下来 手放腰间 扶风 拔刀斩 一道恐怖锋利的斩机从物理的剑刃上一斩出 狂风呼啸树鼓精用着自己的剑刃挡着这道斩机 而灵丹罗莉这时趴了下来嘲讽道 这也算是攻击 随便趴一下就躲过去了 在一旁学灵丹罗莉的道正欲解反驳了 没有啊 我感觉好像还是能被刮到的样子 灵丹罗莉听了转头看去 顿时他就怒了 在臭弦摆什么呀 既然能刮到那就站起来跳过去啊 但这时物理的斩机突然散开 注意到散开轨迹他立马对小罗莉他们大喊小心 而分散开的斩机一一地从道正和灵丹罗莉身上划过 没有任何防备的他们衣物顿时裂坛 气得他们不禁大喊这是什么流氓招式 树鼓精也是立马闪身到他们的面前 他的眼神有些凝重 虽然不是急死技 但这一刀却确实实是有狂上级的威力和技巧 而物理看着一动不动的树鼓精说道 反击啊 口口声声为了你的乌托尔 为什么不向我反击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 战术头盔里的战斗记录仪式刚一成军队的标本 他会把看到的所有事情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作为军事秘密妥善保存 树鼓精则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他没办法一下子摧毁所有的士兵的录像设备 不然他们露出的影像 而物理见树鼓精犹豫了 当事人之一的道政休怒不已的喊道 你们真是有个无耻的 简直和北利帝国有的比 物理听了眼神一鸣 无耻 你们意图侵犯我们的国界 这才是挑起战争的行为 战争中损毁义务这点小事也称得上是无耻 树鼓精听到这话他立马反驳 这里明明是乌托尔的界内 是五年前和刚一成签订国界协议实定下的 受到侵犯的是他们才对 然而这是一道话语响起 我跟你定的只是双边协议 当时可没有考虑到第三方呀 请容许我向乌托尔介绍 这位是亘古地的后人纯正的王家噱头 千年来此地一直是鸟罗狂慢的聚居地 而鸟罗狂慢始终向亘古地效忠 没有侍奉过二主也没有被真正征服过 我代表刚一成承认鸟罗狂慢聚居地的合法性 这里是属于新生帝国的一部分 林丹罗莉听了接受不能 那种千年前的传说算什么合法依据 我们可不承认这个 罗莉承主摸着自己的脸颊不屑地开口 穷则搁置争议 达则自古以来 这种入门级的王道学 身为实权者的你难道不懂 而树谷惊听了更是暴怒不已 这分明就是落井下石 罗莉承主根本毫不在意 他跟新生眼神交流起来说他表现不错吧 新生比了OK的手势 很完美 这时身后崇阳月悄悄地对新生询问 为什么不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呢 新生文言表示 树谷惊是一位异世界的来客 也不是什么长寿的物种 一个千年前的名字对他毫无威慑 而且别忘了我们此行真正的敌人是谁 就冲树谷惊为了两个女人的羞耻 而犹豫不敢反击这一面 他还没资格知晓我的身份 而另一边树谷惊在沉默了一会后 他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便提出了来一场决斗 谁赢了由谁说了算 罗莉承主听了他想笑 他直接用大军停推过去不就好了吗 但这时新生表示没那个必要 既然有这么轻松 就能避免战争损耗的方法 那就按你的规则陪你玩玩又有何不可 决斗正式开始 胜负规则则是三局两胜 第一场竖古今这边上场的则是道正小姐 而道正脱下了他的高跟鞋 迎着冒险者们的欢呼赤脚走进了比赛场地 随后把自己的高跟鞋扔进身后的应援人群中 而道正的等级则是在66级 新生便准备让巴莉莉上场 巴莉莉顿时惊讶了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论等级的话再下差了对面11级 大概率赢不了呀 新生文言转身对着巴莉莉说道 巴莉莉对方是乌托尔的代表 是那群步步侵犯你们生存家园的敌人的首脑之一 如果几天前我没有出现在你面前 你会对他举手投降吗 我不会要求你必须为我带来胜利 我只想要看到你的决心和勇气 巴莉莉听得这些话神情一正 他站起身来缓缓走进比赛场地 然后在赛场中坐了下来 对着道正抱拳 在下准备好了 请赐教 道正听了毫不客气的高抬腿一腿向巴莉莉横扫过去 巴莉莉则瞬间钻入地面躲开 同时控制着腾曼在道正下落的一刹 紧紧地缠绕上了道正的黑丝玉腿 巴莉莉在另一旁的土地中钻出 这里的土壤很适合他移动 地面接触占他很有优势 那么就算相差十几以上 也不是没有赢的希望 但下一刻让巴莉莉疑惑地来了 被腾曼缠绕的道正竟然能够轻松地转身 这让他很是疑惑明明用力缠绕住他 而道正迈着他的大长腿一步一步地向巴莉莉走来 随即抬起那修长的黑丝长腿说道 这种能力叫做道正 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是不是觉得很巧呢 因为这是我出生时魔镜赋予我的天赐能力 我是因他而得明白 所有阻挠这双腿前进的力都会以别的方式泄定 你用尽全力缠绕我的力气 都被转移到我脚下的地面上 世道万千 唯我如正 说着道正用力一踏地面高高跃起 在空中借着下坠的速度狠狠地朝巴莉莉抬去 一声碰撞响起 在地下的巴莉莉被刀正踹出了地面 这重重的一击让巴莉莉受伤不清 他浑身的体液都在震荡 而刀正拔掉他腿上腾满 并让巴莉莉放起来 这不是什么生死决斗不必硬撑 巴莉莉捂着受伤的身躯站了起来 哪有你说的这么轻描淡写 鸟罗一族世代安居在丛林深处与世无争 乌托尔的冒险者为了攫取森林的财富 擅自化归领地肆无忌惮的进凡 你们的所作所为 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智慧生物来看待 开始这就是一场生死之争 腾曼再次地朝道正缠绕而上紧紧的捆绑当中 道正只是一个高抬腿便将缠绕而来的腾曼撕裂 随即说道 这个世界不就是谁强大就由谁制定规则吗 这不正是原始的森林法则吗 若者适应不了强者的规则就注定会被淘汰 认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